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昨天,中年好声音2举办了记者招待会 宣布了不止100强,而是108强 事前宣传好像不太多 或者别人有宣传,而我没有留意到 可惜我出去了 事后才重温YouTube直播回放 以为看几眼就算了 结果由头看到到尾 看完,已经差不多半夜四点了 108强 虽然比原定多了8个 但仍然无法完全满足所有人的期望 见到很多人就说 为什么没有谁,为什么没有那个 非天爷爷都好奇 之前看好那几位参赛者 有没有入围呢? 有没有被我登走呢? 一直都说 入围100强 即是现在的108强 除了参赛者的质素之外 都要有话题、有坚密 始终这是商业的节目 这些是必须的 况且只是初入围 有些人的功能 用完、话题用完、唱功不够 都会出局 大家很在意这些 有些艺人的兄弟姐妹 我明白 但其实也不用太介意 节目没有话题、没有新闻价值 整个节目死了 最后会全军覆没 难道真的想揽炒吗? 最重要的是 这些花生在节目开始出现就足够了 不要到后期还炒作这些没关系的花生、爆谷 隔壁台早前的选手得奖的没有下文 反而决赛、退选变成焦点 这才是大家不愿意见到的情况 本末倒置 只能说炒作的火候过大 错了重点、赚了曝光 但输了结果不值得 入围的艺人、兄弟姐妹 或已经出道的艺人 只是看面试的表现 又不是全部都有足够能力唱到最后 但我们又不可以一刀切看低他们 难道往后进步神速都有可能 就像当日星梦传奇Chanel 第一局表现实在强差仁义 怎料下一局突然脱胎换骨 中年好声音2有没有这类选手呢? 未知 如果有就一定很好看 之前说过 中年好声音2是一个商业节目 最终选出来的 无论是获奖的、不获奖的 都会有商演的机会 不一定是要英俊、英俊的 可以是相貌平庸的 因为艺人不一定要国色天香 但某些特质还是需要的 所以入围的某些人面试时未必突出 但有镜头的话就会比较占优 但要搞清楚 飞天仪仪说的镜头不是代表英俊、英俊 否则的话我们很难说下去了 顺带一提 还有一些具有知名度的参赛者 他们经常会亮相电视台那些专业人士 一样有他们的功能性 因为日后会有商演 录影中年好声音2的时间又很长 见到很多人留言问 为什么没有了陈康健呢? 陈康健唱歌的确是很好 我上网看看他的新闻 他患有罕有病连吃饭都会暈 万一录节目期间 他身体不适应该是怎样安排呢? 自动晋级还是当是棄权? 日后出席商演会不会有影响呢? 或者一开始的时候直接就不入围 很残忍但很现实 这些都是我们的纯粹猜测 亦是我们只可以这样猜测 一些面试时候非常有gimmick的参赛者 为什么都不可以入围呢? 飞天仪仪不是说要gimmick吗? 是的 但他们的gimmick很快就用完了 回到唱歌的起点又有没有这个能力呢? 既然今届有这么多有话题 有gimmick的参赛者 选择多的事 假如是KOL 的话 电视台都会考虑哪一类型的KOL 具批判性的 入围之后会不会爆料? 出局又会不会反台呢? 不过这些都是非天爷爷的阴谋论 可能电视台考虑的根本没那么多 或者要考虑的其实还有其他因素 另外还有一批TVB的现职艺人 好像没有一个入围 我觉得除非有非凡的唱功 否则TVB 情愿发掘一些新面孔 否则又是熟口熟面 观众和客户都不会觉得有新鲜感 对日后商演和个人发展都不见得有好处 假如是前艺员的话 最好这么多年来 过冷河过得彻底彻底 彻底到没有人或不是太多人认得你 这样的情况下 还可以当新人来做 否则本来已经很入屋 机会就未好多了 所以大家都问 为什么那个不见了 那个又没有入围 多少都会是这个原因吧 早前的神秘评判正式揭晓 果然就是大家估计的陈威咸 已经很少机会在香港 甚至香港电视上可以看到他 饮80年代奶水长大的歌迷 必定很有亲切感 可以在预知的未来 在他无交保护费的情况下 必定有人指他唱歌走音 没有资格做评判 只能说人会老的 体力比年轻时差 失手不是什么奇怪事 但陈威咸的唱歌水准是数一数二的好 他懂的东西不会因为年龄渐长而忘记得一干二净 即是奥运冠军的运动员 和奥运冠军运动员的教练的关系 如果还不懂得分的话 会不会太过命返不灵呢? 似乎都是时候看看 非天爷爷曾经看好的 有哪些入围有哪些被我登走了 可不可以成为下一任的灯神呢? 好在 原来我在Facebook 说过看好的参赛者 不是很多 真是安全过安全队长 颜米糕和古卓文都有入围的 三个我只登走了一个 人数不算多 但比例也挺高的 我是否有潜质做这个灯神呢? 安全队长有年纪的人才知道是什么呢? 《中年好声音2》的广告出露了 会在9月10日播出 3D公仔这次好像有脚趾 不知道有没有看错 为什么我会留意这些细节呢? 另外宣传片带一些新海城的动画风格 个人来说就不太喜欢了 不是不喜欢新海城 而是用得太厉害了 《亚洲超声团》9月3日播出 同样都是星期日 一天内两个不同市场的选手很忙 希望两个都能留下我 其实我一直都担心 《亚洲超声团》会不会是 无限超越班 和声声不息补导季的2.0 我会很快放弃那种 希望就不会了 今晚《中年好声音》的大达地唱不停 是第一场录影的沙基湾唱 户外真的吸引很多 加上场地的设计也不错 挺有这个设计感 很期待屯门场 随着《中年好声音2》的播出 重点可能会放在他们身上多一点 希望不要影响到两界的发展 也希望不要出现太多遗粉 先小人后君子 这里是不欢迎的 前几天有人借《亚洲超声团》 踩《中年好声音》和《星梦1》 捧《星梦2》很复杂 所以我送了他一程 顺带一提 《中年好声音》用了《中一》和《中二》去区分 最初我未看直播回放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看到的时候 我想了其他事就忍不住笑了 原来我想多了 Hello, 假如你喜欢《非天爷爷》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但假如你恨死《非天爷爷》和他的话 就无谓浪费大家时间了 订阅后记得按小铃 下次有节目更新就会通知你了 看完不妨给个like支持一下 又假如你可以分享给朋友的话 就是对《非天爷爷》最大的支持 不要做标题档 留言记得留言注意事项 违规者可能被拉黑和删除留言 万一被《非天爷爷》错手杀错良文 不好意思 跌入黑洞的名单是没办法够出来的 有兴趣的话 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 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话说的 有 另外一个频道 视者样的《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会看到 记得订阅 记得不愿意外野人和 hallelujah 不愿意外输人